相比之前有很多说辞说 演员们都不能找圈内人 不要找同行做自己的另一半 为什么 就是可能觉得这个圈子 也不是什么安生的地方 但是近年来这个说法有转变 如今的演艺圈 情侣夫妻档真的是多了去了 比如说马亦丽和文章 孙丽 邓超等等 好多好多 对对对 很多很多的明星党夫妻党 因为这些明星党夫妻党 不但是戏外结缘 而且戏里的感情生活 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 那就比如说最近 这个情侣党的冯少峰和妮妮呢 就连妹出演了都市爱情片 我想和你好好的 一说到这部片子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 其实两个人如果又是情侣 又可以一起在一起演戏 工作在一起 我觉得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对 而且你说演员工作那么漂泊 一出一拍戏几个月 你的另一半要真是特别闲的那种 还不见得hold得住呢 所以两边一块忙 可能感觉更好一些 好好的吧 冯少峰 妮妮 情侣党新戏 我想和你好好的 简秘版预告片 今天正式发幕 不知这对生活中的 金头玉女 在大荧幕上 又会撒出什么样的火花 大人包饿我打你 如果说二人世界中 最常发生的事情 不是牵手 不是拥抱 不是接吻 而是争吵 那这肯定是因为 现代人对爱情安全感的缺失造成的 导演李威然也将这部电影定义为一个关于疼的爱情故事 这次发布的简易版预告片中 轻轻打造的浪漫情书仿佛不复存在 不管是两人的甜蜜旅程 还是简易版预告片中的你死我活 总之生活就是这样 有苦也有甜 至于影片票房如何 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吧 有情绿 祝天下有情人都好好的编辑报道 好